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希望你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的IG、FB、Twitch、Bilibili還有Discord 然後我們在這個巴哈姆特 的那個官方齁在今天的 1月6號晚上的 6點15分 那有預告這個 這個 企劃齁 好那 這是巴哈這邊的消息是 因為前天大師已經有上傳一部影片齁就是這個古琴嘛 就暗示就是 那個小倩 然後就是這個 然後被 這個書生的齁 就是念彩城沒有錯 那念彩城呢真的是助有耶 跟我們之前想的一模一樣齁 那從這幾張圖 小倩 這個樣子還ok 能接受 能接受 然後 他的CG圖 長這樣 念小倩篇 其實還蠻漂亮的耶 這蠻漂亮的 這蠻漂亮的 你們看得到嗎會不會太大 不會啦齁 還不錯 我就還不錯 可是我一直很不想抽念彩城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是聊在字憶裡面的念小倩 念小倩是原作集合的一部 這個武俠怪談愛情與一體的經典故事 經典故事 的確跟王祖先蠻像的 然後 可是 張國榮這個 我記得那個誰 蠻彩城是張國榮演的嗎 好像有一點像喔 好像有一點像 然後 這邊有講說 某種層面啊 跟天地劫援助的核心表達如出一側 然後天地劫中的 寒武莎一鳴龍 跟天地劫 幽神幻境路的 賓妮幻境榮妖 都是個非肉體繁身 然後野蘭討情之一致 夏侯衛與賓妮跨越千年萬年的愛情 英劍平和風寒夜之間 數不晚的殘眠 情字 貫穿的天地劫始終 這樣 好再來 來 官方是說 聶小憲在 基礎之上呢 為了 給這個故事賦予全新的色彩 在人物設定上保留著 圓柱的形象齁 圓柱形象是指 原版的那個嗎 是蠻像王祖賢的 對不對 然後 聶彩城是 有像張國榮嗎 我們知道張國榮是誰嗎 小憲蠻像王祖賢的沒有錯是有一點神韻 可是這個 好像有耶 是不是有 有點像張國榮 有嗎 好像有 好像有 那 燕赤俠應該 蠻像的對不對 你看 哇帥 哇 帥 這就是我要的燕赤俠 這個好帥喔 我還以為是火系的 他原來是雷 用雷系的喔 還不錯還不錯 我還不錯 對血友版本 帥耶 真的帥 剛好潮喔 像血友哥吧 這是應該血友吧 血友這個好像不太像喔 眼鏡還放電呢 啊 啊啊啊 我生起來了 大家 大家記得那個 張血友版本的時候 他不是有什麼 雞雞如玲玲 然後什麼 那個 他不是有一個雷系的法術嗎 我記得好像有放過對不對 年輕版的嗎 這是年輕版的啊 我記得他那部電影好像有放過雷 雷屬性的 招式對不對 感覺有 感覺有 我記得有 印象中有 好像有吧 風火雷電P 對對對對對 風火雷電P 我P 對不對 對不對 唉 可是喔對齁 可是 張血友是演 知秋嗎 還是誰 是嗎 好我們在 我們在幻想 我們在幻想中 呵呵呵呵 是嗎 風 那是知秋對不對 知秋有死嗎 可是不同人對不對 OK 不同人 等一下 那為什麼我們說張血友版 好我們在幻想齁 呵呵呵 喔人間到眼知秋 喔 那你們還跟我說是像血友版本的 我們一直把他當成知秋 就是厭刺俠 好啦 然後再來是官方是說 念小仙篇的特別劇情會全新上線齁 喔然後 韓烏沙跟榮耀也會 在裡面出現齁 然後 哇 喔鐵粉來自身他 喔對嘛知秋 知秋我還記得 然後節日的關係會有五四 喔 喔 這跟客戰一樣嗎 好 哎就這樣 沒了 沒了 好吧 然後可以聽到五四快樂 所以看起來應該就是2月6號之後嗎 我記得知秋不是有去他們去救他嗎 其實 如果厭刺俠是送的我很開心耶 好啦 那我們這個 這個劇情介紹 不是這個 連動的劇情 這應該是 姚哉致意 聶小仙篇連動吧 應該是這樣 然後希望大家 可以期待一下這次的 這個 版本 陸服的版本 劍刺俠大哥 好了 那喜歡我們頻道 以及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只有這種igfb 去去bb 還有幾次